当年还是当红女星的张欣宇 与默默无闻的何杰走到了一起 这不仅让她的粉丝们惊讶不已 更是引起了何杰父亲的强烈反对 然而张欣宇的一个举动 却让这位未来公共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张欣宇与何杰的相识 源于一旦名为神犬骑兵的综艺节目 当时张欣宇正饱受各种黑料绯闻的困扰 她的心情极度低落 甚至认为自己可能会就此孤独终 但是何杰的出现 却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她的世界 在节目中 张欣宇因为头发太长 导致训练受到影响 于是身为教官的何杰 帮她剪掉了一头绣发 尽管心中万分不赦 甚至眼泪止不住的向下流 但张欣宇并没有什么怨言 何杰为了安慰她 深情演唱了一首歌曲 这让张欣宇十分的感动 随着在节目中不断的接触 二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最终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了恋人 然而当他们的恋情公之于众之后 何杰的父亲却坚决反对这段关系 原来何杰出身于军人世家 他的爷爷是抗美援朝的英雄 父亲是军校的一名教师 而何杰自己更是在18岁时 就考入了武警成都指挥学院 并在之后多次理工 可谓是前途无量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 何杰的父亲自然不愿意看到儿子 和娱乐圈的女明星有什么瓜葛 然而面对何杰父亲的反对 张欣宇没有退缩 而是坚定地表示 愿意为了何杰退出娱乐圈 要知道当时的张欣宇 年收入已经达到了六千万以上 而何杰的收入只有一个月不到五千元 张欣宇的这一决定 不仅展现了他对何杰深厚的情感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诚意和决心 最终何杰的父亲被张欣宇的真诚所打动 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很快张欣宇与何杰就举办了盛大的婚 婚后的张欣宇 真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他淡出了营物 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家庭和公益事业中 甚至在节目里面为退伍老兵发声 张欣宇的转变 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君嫂的另一面 当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嫁对了人真的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张欣宇的故事告诉我 真正的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浪漫 更是责任和牺牲 安宇轩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当年他在婚礼上的永恒誓言 竟让他成为娱乐圈当中的一个笑话 这辈子 娱乐圈你的 输了那一定是我错 安宇轩在嫁给陈荣恋之前 曾与汪小飞之间有过一段感情 可让安宇轩没想到的是 汪小飞后来竟一情别恋 与他的好友大S走到了一起 而且二人很快就结婚了 这让安宇轩倍感失落 之后他被拍到独自在街边喝酒 甚至还公开指责大S夺人所爱 随后安宇轩与李承炫的恋情 也未能修成正果 他曾全力支持李承炫的事业 但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 2017年 安宇轩突然宣布 与小赌王陈荣恋结婚 嫁入豪门的他 似乎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婚后的生活看似幸福美满 安宇轩在生下两个孩子之后 陈荣恋不仅给他购置了一套天价豪宅 甚至还将价值数十亿的公司股份送给了他 这让安宇轩一跃成为了富泰 他的生活充斥着奢华 无论是珠宝还是日常用品 都套入着富贵的气息 他在社交平台上频繁炫富 晒出的游艇豪宅更是让人厌信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 仅仅维持了五年 2022年春节期间 陈荣恋因涉嫌多项违法犯罪 遭到了警方逮捕 这对安宇轩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黑暗 在那段时间当中 安宇轩每天都是以为洗面 据警方调查 陈荣恋涉嫌赌博 洗钱等83项罪名 涉案的金额已经超过了三百亿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 陈荣恋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在丈夫被逮捕之后 安宇轩一年都没有公开漏规 他甚至还将社交平台中的 所有动态全部删除 安宇轩不仅失去了 以往舒适的豪门生活 还有两个孩子 需要一个人进行抚养 他的这种遭遇 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那天说给我买个烟 然后 第三天才回来 那怎么了 你也不打电话问 朴叔对人生的态度 以及对爱情的看法 真的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一次朴叔的妻子吴小米出门买烟 之后却整整三天违归 这让采访的主持人 感到万分震惊 毕竟这样的情形对于 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 但朴叔却显得异常淡 因为这样的消失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他的爱情观也是相当独特 朴叔和吴小米的生怒 充满了自由和理解 他们不依赖对方 却深深了解彼此 在朴叔暂别歌谈的十年里 也是他与抑郁症抗争的艰难时期 吴小米为了能照顾他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全心全意地陪伴着朴叔 无论朴叔做什么 吴小米都无条件地支持和陪伴 甚至为了他卖掉了城市的房子 一起搬到郊区去生 在吴小米的细心照料下 朴叔逐渐开始改变 变得不再那么孤僻 吴小米曾被问及与朴叔相处 是否会感到疲惫 他却说没有朴叔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朴叔对吴小米的信任 也是显而易见 当吴小米外出与朋友聚会时 朴叔从来不过多地进行询问 他要做什么那是他的事 对 就是他有权利就自由做任何事 他更愿意独自在家创作音乐 当被问及是否会永远爱妻子时 朴叔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他的观点坦诚而现实 与那些轻易离婚的娱乐圈夫妻相处 朴叔的真诚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谢谢大家